一年一度的中共北戴河会议可能又在进行当中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 文正你好 严正你好 由于在两个星期前呢 我们一直听到一些这个政治谣言在流传 说中共一些元老在挑战习近平 你觉得在这次的北戴河会上 那习近平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吗 我觉得不大可能传出太火爆的消息 因为我们从这个会前和会中 一些外部信号来寻找线索的话呢 没有太引人注目之处 特别是中共军方在北戴河会议之前和期间 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 但是要知道过去几年呢 中共军方每到这个时候呢 经常会有一些大的动作 涵盖了北戴河会议的会期 你像2016年的7月底到9月份 中共的军方在珠瑞河那个基地 进行陆军的大演练 五大战区各派出一支军队参加演习 2015年那次规模更大 也是从7月份到9月份 中共军队先后在渤海 黄海 东海 南海 以及陆地上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所以那次叫做三军四海大演习 就是涵盖了北戴河会议的会期的 可能很多人对那次还有印象 因为它造成了民航班机的大规模的延误 而这一次在北戴河会议之前军队比较安静 所以我的估计可以解读为习近平觉得他的环境还是比较安全 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 因此就不需要展示军威来弹压对手 因为前几次那大的军事活动一般都被解读为习近平觉得来自党内的威胁比较大 所以在重要的会议之前 他要展示军威 显示他得到了军队的绝对支持 来吓阻他的对手 想借北戴河会议之机来发起什么反对的声浪 今年从七月底到八月初 说得上比较大的动作呢 就是比较醒目的呢 我觉得有两个 一个就是在北戴河会议之前 在七月底把那个前网信办主任中宣部副部长卢伟正式起诉了 再有一个就是在那之前在几天 中纪委第五巡视组向新发社党组反馈了巡视意见 因为在最近几个星期 对于习近平造成宣传的降温上出现了一些反复 所以也引起了一些猜疑 是不是习近平遇到什么阻力啊 为什么他有的时候在人民日报上整版没有名字 有的时候又跳出来 可能出现了一些反复 所以这两个动作呢 可以看作是对宣传部门的施压在发出警告 那除此之外呢 在政治上没有太明显的动作 说是针对某一个群体来吓阻他的 除此之外在北戴河的度假区 我想也少不了会密布沿线了 不管是在度假别墅里面 在沙滩上还是在烧烤区 我想那些参加与度假的人呢 不管走到哪儿都会有身边所谓的服务人员的跟随 就算待在屋里呢也会被窃听 所以那个环境呢 我想很多人都会进入寒蝉 你想串联想碎碎念叨一下 谈一些敏感话题 可能后果都会很严重 因此呢 对今年的这个北戴河会议呢 我觉得大体情况会和去年差不多 尽管今年的这个形势更严峻一些 也就是说呢 很可能是有会而无一 但我们知道其实几个星期以来 一直有传闻说 这个习近平受到了这种退休高层的联手阻击 你觉得这有可能吗 这个谣言的出处呢 就是习近平突然给对于自己的宣传降温 既有把他的画像撤下来 同时又有那个陕西社科院搞的 梁家河大学问这个项目被叫停 但是呢 这个谣言传出来以后不久 不是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就讲话 表示要定于一尊 随后习近平又出访中东和非洲五国嘛 就表示他觉得国内环境比较安全 他没有太大的顾虑 所以我想呢 现在基本上可以给这个谣言否定了 应该是不成立的 这个谣言说江泽民发起政治局扩大会议 要把习近平拉下来 他也不符合中共党内的组织程序 因为政治局扩大会议 其实他在权威上是介于政治局会议 和党的中央权会之间的 也是具有法定决策力的 这么一个党内的会议 一个高层会议 按理呢 是应该由现在的总书记 召集和主持的 如果这个总书记 由于什么原因 不能履行职责的话 也应该是由现在政治局常委会里面 排名靠前的常委 来召集和组织 并且这个会议的筹位工作 要通过中央办公厅来做 参加会议的人 要收到中办的通知 他才算数嘛 这才符合党内的组织程序 你总不成江泽民他们家保姆 给每一个参加会议的人打电话嘛 这个也不算数 另外这个传闻说胡锦涛和江泽民联手 阻击习近平 可是胡锦涛的儿子 现在正处于仕途的上升通道 正在被提拔当中 他和习近平的关系 应该还是比较浓洽 所以这个传闻的内容 是和现实偏离的比较远 所以我想他最大可能是 那些对习近平修宪极权 感到不满的人杜撰出来的 但是说习近平给自己的宣传降温 这个事情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习近平感到 在目前的外部环境之下 明显是有一些挫折的 明显这个经济在下行嘛 大家要过苦日子嘛 对吧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 明显有困难的环境下 还去宣传他自己多么英明 有多么大的成绩 确实不合时宜 会增加这个现实的荒谬感 所以他觉得呢 这样对自己不利 所以才叫停的 所以给他这个宣传降温的主要东西 我觉得是从这方面来解读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7月31号召开的 中共中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提到说 要抓住主要矛盾 采取针对性强的措施 加以解决 你认为这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他传递出的信号 就是在某些重要的经济领域上 下半年政策会有大的调整 有三方面很值得关注 第一就是信贷 二是财政 三是房地产 信贷呢 就是要改变目前的这个金融收紧的状况 要进一步增加货币供给 客观上会加剧这个通货膨胀 但是呢 主要是要避免这些企业违约潮的爆发 就是当局他要保住某些企业 避免呢 他们出现到期债务无法偿还 甚至出现倒闭潮 失业率飙升 蔓延成为经济危机 主要是避免这种情况 那么货币上的宽松政策 已经有一系列信号体现出来了 像今年7月23号 当局通过中期借贷便利这种金融工具 向市场一次投放了5000多亿元的这个流动性资金 还有呢就是今年7月初的时候 通过定向降准的方式 也释放出了大约7000亿元的资金量 是要求用于债转股项目和扶持小微企业的 所以有媒体统计过 如果算上今年前几次的降准 就是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再加上中期借贷便利这种金融工具 到目前为止释放出的资金量 已经接近4万亿了 所以有人把这个叫做新版4万亿次级经济的计划 其实就是避免债务违约潮的爆发 避免周小川所说的那个明司机时刻的到来 在财政方面呢 就是要采取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 是在收入和支出两个领域做文章 在财政收入方面呢 就是要减税退税嘛 要藏富于民还富于民 然后呢增加民间的购买力 一般都是这样 同时呢在支出方面 就是政府要扩大财政支出 增加政府采购 买更多东西 拉动一些行业的就业 同时呢 他要投资一些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 拉动某一个地区的经济繁荣 同时呢还得加大对社会保障系统的投入 这样的话 人民才有更多的安全感 才能够释放购买力吧 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 大体上也就跑不出去 关于这么几个方面 在税收方面呢 跟老百姓关系比较大的 就是一个是个人所得税 第二个是房地产税 个人所得税 现在看起来呢 从十月一号开始 就要把它那个起征点提高 意味着大家可以少交一点税 但是在税收方面呢 我觉得当局的政策呢 是糖衣药片政策 也就是先填后苦 用这个糖衣包裹这个苦药片 先给你一点好处 这个个人所得税的减少 会先行 让大家呢得到一点实惠 后面那个大头 房地产税的开征才会到来 那你认为这个房地产税 如果普遍开征的话 会给中国城市的居民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房地产税的征收原则 是因地制宜 充分授权地方政府 甚至是因城失策 那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最有可能造成两个后果 第一就是中国的一线大城市 他们相对来说 税源比较丰富 质量也比较好 所以呢当地政府 对这个房地产税的依赖程度 比较低嘛 就是说他不需要 从房地产税这个领域 挂很多钱 他大概也能满足 他的财政开销的需要 所以呢在一线大城市 人们收入高富裕一些 他反倒有可能 这个房地产税的税率 定的低一些 以及呢这个 个人的免征面积大一些 而小城市的情况刚好相反 就是小城市 他没有优质的税源 他地方政府更加依赖于 这个开辟新的税种 他反而可能给这个房地产税 定的高 税负负担重一些 而小城市的人呢 他收入反而低 所以这就会带来一个结果 就是加剧中国的这个地区 之间的经济分化了 其实这种情况呢 就是小城市啊 他房地产税征的高 大城市反而低 其实在西方也是比较普遍的 对吧 但是呢 他们的社会发展阶段不一样 就是西方人家的城市化历程 已经走过了逆城市化的阶段 就是很多富裕阶层呢 他宁愿搬到较远一点的郊区 或者小城市去居住 因为那个地方呢 空气比较清新 也没那么嘈杂 环境好一些 所以那个小城镇呢 房地产税高一些 大家能够承受 可是中国情况不是这样 中国是小城市收入低啊 越小的城市收入低 你还给他税付弄得很重 那对于这部分小城镇的居民来讲 他的负担也就变得更重 生活质量就会下降 这是第一个后果 另外一个可能的后果 就是这个房地产税普遍开征 我认为他的起步阶段 还是会针对在城镇里面 拥有一套以上住房的人 就是只有一套基本住房的人呢 可能起步阶段不受他影响 但是呢 拥有多套住房的人呢 他多半是把自己的投资房 用于出租的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增加的那部分房地产税的开销 他们是很有可能转嫁到房租里面 让租客去承担 但是中国呢 由于不是民主社会 所以租房住的一群人呢 他没有渠道保护自己的利益 他没办法推出一个 像租客保护法这种东西 像在加拿大一样 来保护租房住这群人的利益 阻止这个房租上涨的过快 所以呢 他们反而最后可能成为接盘侠了 就是他最以为觉得自己不拥有房产 不应该受这个房地产税影响的这群人 反而最后成了承担税负负担的那群人 所以我比较这个倾向于 把当前的这个社会状况 和明朝末年那个社会矛盾做对比 就是他都存在着一个相似的情况 有权有势的人 权贵和富裕阶层 他有很多渠道 转嫁自己本来应该承担的那部分税收负担 而无权无势的人 贫穷的人 最后都成了接盘侠 最后反而是由他们 由弱势群体来承担别的群体的那些税收负担 这样就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 反而会激化矛盾 那么从中国最近这个政治谣言频发 到中共这个政治局谈到外部环境稳中有变 这点来看呢 那么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 已经作用到了中共的内部稳定 所以所谓的盛世狂欢 恐怕真是到了终结的时候了 好 谢谢文章 谢谢先生